我們事不宜遲 接著就是介紹第二首曲 是同事天大樂樂人的 這首是金圖來的 但是我還沒介紹這首金圖之前 在這個時候 我會說了一個 馬英傑老師的簡介給大家聽聽一下 這樣 看看他下不下國 他不下國了 下 OK 好 馬英傑老師一會兒就會出來演唱的 不下 OK 馬英傑老師他在廣東語劇學校的 《超心粵劇廣詩》 另外一本書 這本書是一本月圖的大傳 那個名字就叫《粵劇大傳》 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擔任了粵劇唱康技巧 裡面是很有詳盡的介紹 怎樣唱康 怎樣去發揮得好一點 流離盡 才有很詳盡的講解 這本書也都是很有代表性 還有很有傳言性 很有權威性的行業 馬英傑老師在1987年就分業於廣東語劇學校 曾經在紅豆語劇團做主要的院員 1995年老師就回到學校教書 任教到現在的 他們主要是教授 要劇的唱 著造 連台戲 還有很多學生 現在很多小朋友都跟白老師 他們踢腿 國內的踢腿 很多很多舞打的都有做過程 所以老師評為優秀粵劇的教師 將粵劇的教學和實踐互相義合 充盡粵劇的發展 那麼白老師已經製作了有三十幾首歌曲 很多歌曲我相信大家應該唱過的 譬如有紀後主歸天 呈雙 常和不如 雪夜祭梅飛 今天大家就可以一馬漫曲了 最後壓軸就是雪夜祭梅飛 抗金冰之計業 降陽之 大鑰廷歷史 萬古投方之邪子 家春秋 雪女城 浪卷飛花 天上人家 晴一樂 等等等等 就是還有很多的下午 大家有時候上網都會聽到 主要是長劇老師也做了很多 主要是有寶蓮根 白蛇轉 花鳳成龍 夢斷香燒四十幾 紙差記 貼影紅利記 等等 白蛇 老婆 平衡勢力 漁雅天天 一人家不斷在這個截止合見 大家都會欣賞到的 現在呢 跟著下來呢 就是 跟著下來呢 就是同事天涯道德人 唐代詩人白鋰就被演去九江期間 在江邊 咦 他聽到有個賣歌女在彈其他 他唱出這麼哀怨的曲調的時候 他真的不禁想起自己 過往驚激滿土 就是他在那個煩慢的一間呢 都覺得好像遇到很多困難的事情 他就跟這個賣歌女聊起計上來 二人不禁有一種同事天涯道德人的感覺 互相傾訴 聲聲唱聲 好了 我們現在有請 白興年老師和徐以美師姐 合唱一部《同事天涯道德人》 掌聲有聲鼓勵 好大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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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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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